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山西近中的左泉县 在山西有很多千年古县 左泉就是其中之一 在左泉有两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 第一呢就是祝荣公园 第二就是将军广场 这两个地点所对应的两个人物 都是对左泉有着很大影响的人 左泉在上古时期其实叫牢阳 那个时候呢 左泉这一带就是火神祝荣的封地 在现在县城的东北边 就是最早的牢阳城 说起祝荣 可能很多人都是比较陌生的 在《山海经》里边有一段 关于他的描述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卧 生炎居,炎居生结病 结病生戏气,戏气生祝荣 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关系 也可以看出来 祝荣是炎帝的直戏世孙 炎帝呢被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那祝荣的地位肯定也是非常高的 那左泉县作为祝荣的封地 历史底蕴自然也是十分深厚的 一直到了北魏时期 就把老阳这个名字改成辽阳了 后来呢经过陆陆续续的改名 一直到民国时期 这个地方呢叫辽县 也叫辽西县 那最后为什么它又叫左泉县了 咱们就一块去了解一下 在1942年5月25号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泉将军 在这牺牲了 当地人呢为了纪念左泉将军 就集体去申请 要把这儿的地名更改为左泉县 从此以后呢 左泉县就诞生了 左泉将军是抗战时期 我当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在马田十字岭反围剿的斗争里 左泉为了招呼战友快速通过 就不幸被炸弹击中而牺牲 左泉将军的牺牲在当时呢 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的 一向不善言辞的朱老总 含泪写下了道词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将热血未无花 从1931年一直到1949年 有将近60个县的县名 都是用烈士的名字来命名的 比如说彭派 彭雪峰 罗炳辉等等等等 后来到了1949年 德胜大拉因为反对个人崇拜 所以取消了很多 以人名来命名的地名 但是当他看到左泉县的时候 他说这个地名不仅不能改 还要一直保留下来 来到左泉县之后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我之前看到的故事 左泉将军的女儿叫左泰北 她之前呢 报考了陈庚将军开办的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当时呢 左泰北的成绩特别好 但是因为正审的原因 没有被录取 后来陈庚将军知道 这件事之后就说 如果她的正审还不合格 那就没有人的正审能合格了 通过这个故事 我觉得老一辈革命家 传承下来的这种精神 是值得我们一直去学习的 有人说左泉县 就是一个开放的抗战博物馆 如今的左泉是一片繁华 放眼望去 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各类产业蓬勃发展 有这样悠久的历史 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做支撑 左泉县的发展 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左泉县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种千年古县的古谱 和红色精神并存 我觉得这儿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大家如果有机会走到这儿的话 就来这儿看一看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好景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